大庆东 请您上下车及站台行走时,注意列车与站台建计,看护好儿童和行李 请您上下车及站台行走时,注意列车与站台建计,看护好儿童和行李 我当时在铁路那也不算是正式工,老派钱你知道吧 当时我去的时候也不太清楚,我以为是正式工 结果就是人家一月开五六千六七千,我们就一两千到不了三千,两千五两千六 就干了四年,我其实五年可能最后一年我没干 当时家里也不同,所有人都像你认为,那不铁饭碗吗?挺好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大庆这个城市我来过很多次 大庆的城市就是建的比较好,但人比较少 我来过很多次 因为大庆它以前是工业城市,就是石油嘛,以石油铸成嘛 所以说它城市有钱建的都比较大气 但是现在石油呢,开的也越来越少了 现在人也少,就感觉地方大人少 以前你在大庆,你说你是一厂二厂的,上班的啊 等我再说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 动车组列车,动车组全程禁止吸烟 列车前方停车站时,赵东站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ext station is 赵东station 他不是,还有照动他也听 他大庆现在咋的呢? 现在是,最早你要是一厂二厂的啊 你要是炒的一下,真的排队上你家找,待遇好 但是现在的这么多年,一厂二厂的已经没有什么石油了 现在都往外头开采 所以说现在的石油,开采石油的公司工作 其实没有那么好了 他们现在是咋的呢? 他们现在有可能是,比如说他们也有可能说是早上起来 坐四个小时通勤车到单位上班 然后上班再坐四个小时车回来 因为什么?因为附近周围的像大庆的什么一厂二厂这种油田 油都开差不多了 对,他就都往旁边去开了 他这东西又不可再生 他越采越少,他采没了就没了呀 现在大庆的工资很低,而且还一天说实话挺累挺折腾 能明白吗?但是以前不是,头些年 那说句难听的,你要是说一厂二厂的找对象,那排着队给你找 那现在不行了 还是你来接我啊? 现在周围的都差不多,他就往旁边开发了 所以说这个现在这大庆,就是经济也在下滑 鹤岗不就是个案例吗? 鹤岗以前就是开矿吗? 后来矿不让开了,鹤岗他妈人全走了 为啥鹤岗房子现在十万块钱 王生跟我说,二十万能买个别墅在鹤岗 就是,就是刚开始,他就是个工业城市,他就开矿的 后来矿没有了,不让开了,人全走了 就导致了城市建设的比较大,人没那么多 就这样啊,对吧? 鹤岗不就这么回事吗? 没有,我就喝一瓶啤酒 他说去滋博,山东滋博呀 有机会吧,路过咱可以尝一下 真好吃吗? 马上到哈尔滨了 再有半小时到了 我还好,还好 我就是想玩了 就不想在家带牆,想出来散散心 对吧?我就是 你刚才说的也对,其实你挺羡慕我生活 我也觉得也不是自夸吧 就是我有时间,经济能力也能玩得成 就我没必要在家给自己无窝的一天 跟囤废的中间老男人